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95点,台股上个礼拜五跌了27点,现在跌95点,现在慢慢好一点跌88点,开盘跌了100点以上,美股道琼上礼拜五小跌59点,跌了0.17个百分点。 NASDAQ跌大跌295点,大跌了1.92个百分点,S&P500也是大跌0.84个百分点,费上班纳迪小跌0.16个百分点,属于上星期五的高科阶类股跌很凶。 欧股英国小跌,法国德国中跌0.41个0.6百分点。 天气今天12月6号,水汽增多,所以基隆北海岸及台湾东北部地具有短暂雨。 明天7号,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及东北部气温稍转凉,这比今天还凉一点。 今天明天两天台南以北,寒东南部,恒春半岛及沿海空旺地区,及澎湖基本马祖,容易有8到9机的强阵风。 沿海地区有比较大的风,让要注意。 北北基,北北基的今天是17到22度,降影距离50到70。 陶竹苗是15到23度,降影距离10到30。 中章头云嘉南都是14到25度,降影距离0。 高平15到27度,降影距离0。 伊兰16到21度,降影距离80%,花莲17到23度,降影距离30%。 台东18到24度,降影距离20%,外岛15到24度,降影距离10到20。 台股新的跌83点。 我们从上礼拜五开始进行今年度的拥抱希望传出外,2021年的。 这一次要募款的是偏乡弱势儿童参费及教育补助。 有一个专案筹募基金,它这个基金都要报政府核准的。 它不能随便去募款,是要报政府核准的。 叫做给偏乡弱势儿童,他们的吃饭,就是给他们做饭炒菜给他们吃,还有教育补助。 那今年我们关怀的对象是社团法人台湾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 它是105年1月3号成立的。 那它现在在全台湾超过70个偏乡,给他们课后照顾。 同时呢,有超过1500名的贫弱的孩子,都受他们的照顾。 那主要一方面就是,我看他们就是给他课后辅导了, 然后也给他吃一顿营养丰富的餐点这样子。 那因为比较偏向地方,放学后也没有补习,也没有学校的资源。 都是由义工妈妈自主成立的这个辅导班来辅导。 给他们吃一顿热腾腾的晚餐,给他们在成长中需要的营养。 另外就是功课吧。 我们常常讲说教育是脱贫,或是教育是使人能够往上走的最好的一条路。 但是偏向的地方,你也可以想得出来, 这个教育资源各方面其实都会差满园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响应我们的这个号召的劝目的是大象山食品有限公司。 他们提供的大象山坚果福袋组。 大象山东西很好了,我也在吃。 它的内容有咸夏威夷果一包150克, 风糖泡泡核桃一包170克, 综合坚果一包,里面有腰果杏仁果,南瓜籽松子夏威夷果种190克。 还有黑豆茶一包15克,中间其实有10份。 原味胡桃一包160克。 那大象山的东西是坚持低温烘焙,不是高温。 每一颗坚果都低温烘焙。 所以营养新鲜口感平衡。 坚果最怕吃完软软的,有那个五味。 它们的很好,它们都很脆,反正很好吃了。 它也不委托外面的厂商加工。 它都是自己加工。 它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 外面很多东西都是委外加工的。 那自己加工,自己做, 所以卫生控管的好。 那它们选购都是新鲜的,好的,品质好的坚果。 所以呢,原价1650块, 义卖价1380,还含运费。 所以原价是1650,义卖价1380, 那么也打了几则? 8则多一点。 那运费也包括在里面。 那你有兴趣的话呢, 坚果它们不是说很好吗? 对什么心脏啊,什么每天都要, 我每天吃一把,不一定, 有的时候花生,有的时候核桃, 有的时候腰果灯,尽可能要晚上晚饭后吃一把。 他们说好嘛,对心血管好。 另外就是对你这个排泄好, 这很奇怪, 因为它不容易消化完毕嘛, 你怎么咬它都会有, 还是不会消化完毕。 这个对排泄是好的。 义卖的专线是07在高雄, 073331115, 073331115, 它就是爱希望儿童关怀协会, 它们有15线专人在服务。 到时候它会直接告诉你怎么会还给他们。 那我们是, 大家知道了, 这个听众知道, 我们是不经手钱的, 因为经手钱, 中间很麻烦了, 我们不经手。 那就直接你们, 我们只是做一个媒体嘛, 我们就是做一个公共服务的桥梁。 我们每年去寻找一个值得大家来关怀的公益团体。 然后由热心的厂商提供产品, 意卖, 然后就直接捐给这些公益团体。 那今年我们能合作的是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 那它有专人在服务。 或是你也可以到中广网站www.bcc.com.tw 或是中广活动专区的脸书粉丝页查询。 那么这个活动从12月3号到12月24号, 有16家不同的厂商提供他们优良的产品。 那你也可以透过中广音乐网的iRadio线上听, 或透过中广线上听APP, 或是这个就锁定, 我们现在的这个流行网都可以, 好几个管道都可以听到。 好,那么爱希望儿童关怀协会, 他们那天做了一个影片在记者会, 我看了也蛮感动的, 真的是, 唉, 就是说我们过得很好了, 不管怎么样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生活应该还好,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忧虑, 但是很多人的生活是很苦的, 非常辛苦的, 所以为什么在每年这种岁末的时候, 岁末东寒的时候, 可能更多人会需要帮助了, 天冷啊, 然后年底要过这个年关啊, 那我们如果生活过得还可以, 心存感谢, 行有余力, 我们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人。 好, 那么大象山提供的大象山坚果福袋, 福袋组, 1650义卖家1380函运费, 电话073331115, 073331115, 谢谢, 谢谢大家, 每次都是很快就玩笑了, 有时候我们还要跟厂商, 再去拜托说, 卖完了, 有时候厂商都还愿意再提供, 再提供一些, 看产品了, 有些比较容易, 有些弄单价太贵了, 他们厂商也有他们预算, 那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办了12年了, 今年13年, 已经募到了有2300多万, 还不错了, 那2000多万捐给12个不同的公益团体, 尤其这几年还特别多, 开始的时候每年的100万, 100多万了, 这几年前年是500多万了, 去年300多万, 去年疫情还有300多万, 我们听众真的很有爱心, 那而且不只是就是义卖, 有不少听众, 根本不买东西是直接捐款的, 直接找到他们捐款, 所以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厂商, 他们之后的捐款也比较多, 因为大家知道了, 知道他们这个团体在做什么, 也主动去联系他们, 所以绝对不是只是我们帐门上看到这个数字, 来协助他们, 我也觉得以前人家讲说, 人在公门好修行, 就是说当官, 你好好做, 然后可以帮助很多人, 其实我们做媒体之也可以, 我们就是一个平台嘛, 那个平台, 然后提供资讯给我们的听众, 台股现在好好的, 跌下来少一点, 现在跌65点跌的比较低, 我们看相关新闻, 这个Omicron大魔王发威, 美国15个州被他攻陷了, 欧洲病例也激增, 好像大家原来怕他就是这样, 你说严重吧, 好像也不是很严重, 也没有说得了就一定会怎样, 一定死掉, 一定重症, 好像也不见得, 可是他就传染力很快, 传播的力量非常的快, 原来美国还说, 南非有了, 欧洲有了, 大概美国也很难避免, 当时我们也讲为什么, 因为美国地大人多, 土地那么大, 北边加拿大, 南边墨西哥, 然后大家都想去, 很多美国每天去的人很多, 所以美国人自己也太出国, 他也不是光外国人进来, 所以就机会大, 果然, 果然, 一下子就15个周了, 那现在主要还是感染Delta的比较多, 原来Delta的, 但是我觉得Omicron病例会增加的很快, 就所谓强势就是意思, 他不一定是最厉害的, 最致病的, 但是他自死的, 但他最快, 他最容易, 最容易, 那最容易让人家得到了, 如果让人家自死的反而不快, 因为宿主就死了, 反而宿主不死, 而且最好宿主还到处活动, 活动力还很强, 那就把他病毒带了到处散步, 这个病毒厉害在这边, 那只有这样厉害的病毒, 他才散步的快, 其他病毒没有散步这么快, 并不是说他把其他病毒打败了, 他把其他病毒消灭了, 不是的, 他没有把其他病毒消灭, 其他病毒还在的, 只是没有他这么快了, 他一下就传变了,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赵好康时间的现场, 台股现在跌84点, 跌84点哈, 刚讲说这个美国有15个州, 都发现了这个Omicron, 确诊病例哈, 那白宫的顾问说呢, 目前看起来Omicron没有很严重,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讲的颜值过早, 统计有许多的病例已经完整接种, 症状轻微, 那换句话说, 他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完整接种还会传染, 第二个呢, 症状不是很, 那之所以症状轻微, 是不是因为完整接种才症状轻微, 还是如果没有打疫苗的, 症状轻不轻微, 好像看起来资料不全, 美国CDC的主任, CDC就是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那主任受访, 说呢, 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大概9万到10万例, 其中绝大多数感染Delta, 感染Omicron大概数十例, 所以美国病例还是很多, 一天就9到10万, 9到10万, 美国3亿人吧, 这3亿人, 我们2300万, 他被我们多12, 13倍好了嘛, 那假如说他一天10万例, 我们等于一天7,8千例, 用比例来看, 所以很多的, 主要欧洲欧盟及欧洲经济区, 合计出现至少167例, Omicron变异株多数有非洲国家旅游室, 一些患者在非洲跟欧洲其他地方转机, 但有几例没有旅游记录, 可能存在潜在社区传播风险, 还要进一步追踪报道指出, 德国计划在未来几周内, 通过立法强制接种新冠疫苗, 而法国当局指出, 如果疫情严重恶化, 不排除封城可能怎么又来了, 哎, 就是封好一点, 然后就解封, 不能一直封啊, 且封来没多久, 又封, 那当然了, 就说它有可能是新的病毒, 所以并不是旧的, 新的病毒又来了, 大家没见过啊, 身体也不认识啊, 又比较容易, 疫苗呢, 疫苗打的病毒也不是新的啊, 身体只认识旧的疫苗打的病毒啊, 也不认识新的到底长什么样啊, 类似这样啊, 那图变就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的抗体出不来, 这个让你产生抗体的叫抗原啊, 抗原进到我们身体, 刺激我们产生抗体, 那我们不认识那个抗原, 身体就不知道它是不好的, 不知道它是坏东西, 对它就没有防御力, 就不会产生抗体啊, 这个非洲到底该去不该去, 我其实每次去非洲都有一点紧张, 真的是有点紧张, 那非洲到底, 你去了以后觉得还好, 到了非洲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嘛, 也还好啊, 住在旅馆里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有时候住在帐篷里, 有时候住在不同的地方, 看去哪里了, 旅游的话有很多, 还故意给你安排什么树屋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会怕, 比如说你怕蚊子, 就怕虐疾, 怕虐蚊, 然后睡觉的时候那个蚊帐, 然后放蚊帐, 哇这个, 万一不小心被蚊子咬了就很紧张, 就是这个蚊子, 当然你说事先预防, 事后预防都有做了, 都有做, 可是还是体型掉的, 但是都没事啊, 可是万一有事怎么办, 你就会担心嘛, 那所以尤其老美, 有些病台湾还有, 非洲有台湾有, 有些病是非洲的老美是没有的, 比如说虐疾, 美国医生没有看过这个病, 所以很多老美从非洲回去以后, 得了一些病, 美国医生看不出来, 他从来没有读过这个病, 教科书上也有, 他从来没有见过, 实习也没看过, 一辈子虫医也没见过, 他怎么能判断你得这病呢, 而且有些病人又没有讲流史, 又没有告诉他, 我多久多久之前去过哪些地方, 医生想都没想到, 那么比利时有8000人示威爆发冲突, 为什么呢, 不满疫苗, 就是德国他们要立法, 德国就学人就是不打, 那听说得病的大部分就这些人, 不打疫苗得的比较多, 那台湾也是啊, 台湾现在年纪比较大的人, 现在不打的比率也高了, 那他的理论很简单, 而且第一个呢, 他自己不想打, 他怕那个副作用, 第二个呢, 孩子也觉得, 我听到不少说, 他不要给我父母打, 都很挣扎你知道, 就是因为年纪大的人是多少都有各种病嘛, 高血压, 糖尿病啊, 高血脂啊, 这个啊, 那个啊, 身体本来也不是那么好, 又听到说打AZ什么死了不少人, 得病了才800多, 我们现在死了超过1000个打疫苗, 想说到时候万一带了父母去打, 打死了怎么办啊, 子女就很担心啊, 那加上最近没什么疫情啊, 就打的就不多, 那指挥中心一直强调是要打要打, 尤其75岁一定要打, 他们就说以新加坡来讲呢, 打的比例那么高, 结果呢80岁以上, 染病的80岁以上死亡比打, 不打的比打的死了好几多好几倍, 所以还是要打啊, 那加上这次因为Omicron来, 大家有紧张啊, 那但是还是有人就不想打嘛, 因为欧洲很多国家, 你不打就不准你到这里, 不准你到那里, 不准你进酒吧, 不准你到公共场所等等等等啊, 我们现在也开始了啊, 要开始明年1月1号, 24个场所, 今天联合报头版就等着东西, 那抗议的口号叫做, 疫苗不会让你自由, 因为他们说打疫苗会让你自由, 可以到处去啊, 不会让你自由, 结果呢, 示威变成暴力冲突, 警方发射催泪瓦斯跟强烈水柱, 来驱除民众, 搞成这样啊, 成千上万, 民众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 走上街头, 当面抗议当局采取的防疫措施, 示威游行的终点是欧盟总部, 欧盟总部在布鲁塞尔, 示威则写着标语, 上面写着疫苗不会让你自由, 或停止独裁统治, 在欧盟总部一旦, 又身穿黑色帽T的民众, 高喊自由口号, 朝远景丢值10块, 警方就发催泪瓦斯, 反正就是一项就这样啊, 对质。 我是赵好康, 回你回到赵好康时间的现场, 比利时, 比利时, 哎呀, 怎么搞成这样啊, 两边对峙, 警方跟民众, 警方在推特宣布, 要开始逮捕麻烦制造者, 然后呢, 比利时反恐机构警告, 疫情大流行正在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先前比利时发布的防疫措施, 凡是民众到酒吧或餐厅用餐, 都必须出示疫苗通行证, 世卫群众感到不满, 他们认为此举对于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歧视, 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 由于疫苗的染疫率居高不下, 当局在上周又颁布新的防疫措施, 强制大多数国小学童戴口罩, 20日将关闭幼儿园跟小学, 幼儿园跟小学都要关闭, 国小学校要戴口罩, 所以比利时人看起来, 比利时一般好像不觉得他们是那种很脾气, 很不好的民族, 好像不觉得, 但是呢, 11月底就发发, 曾经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 发生暴力冲突, 警察跟群众数十人被捕, 当时估计有3万5千人参加示威抗议, 周末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跟荷兰一些城市, 也发生抗议行动, 就是有些人, 我就是不要打, 而且你不能管我打不打, 这是我的自由, 我死的是我的事情, 但这东西的讨厌是说, 它不是只有你啊, 它的麻烦就是说, 他不打, 他得病, 没错他是, 他会传染别人啊, 问题在这里啊, 而且得病以后你说就不去医院吗, 就不去医院, 就不去治疗, 不占用这个医疗的, 医疗的资源吗, 就很难嘛, 这就很麻烦了, 缅甸翁山书记宣判在即, 军卡追撞抗议民众三重商, 缅甸无人政府翁山书记先前遭到罢处, 并被指控涉及十多项刑案, 法院预计今天针对煽动叛乱跟违反防疫规定等罪宣判, 法院宣判前, 仰光至少爆发三级自卫抗议, 传出有军用卡车冲撞和平自卫人群, 造成至少三人重商送医, 这缅甸是很麻烦, 翁山书记他每天抗议抗议抗议抗了好多年, 好了给他开放给他选举了, 那选太好了, 不行, 军方又回来了, 你如果不要选那么好, 也许还可以和平共存, 选太好了, 军方大概觉得他自己都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虽然他们也有那种修宪, 还需要什么军方什么, 反正他有各种制度了, 然后军人又一定的保障名额在国会里面, 但是选下来的结果, 军人大败, 翁山书记文人大赢, 军人就不能忍受, 又把他给软禁把他怎样, 现在又要判, 找各种理由判他行了, 这边缅甸军政府在2月1号发生政变, 发动政变, 无人政府翁山书记被罢处, 被指控多项罪名, 在法院宣判出炉前一天, 商业大城仰光爆发示威抗议, 反军政府统治的民众走上街头, 有目击者指出, 一辆军用卡车冲撞示威人群, 十多名民众惊慌逃窜, 至少造成三人重伤送医, 目击者说, 大约5名武装士兵跳下卡车, 追逐抗议民众, 军人开火, 并且有大约10人遭到逮捕, 抗议由仰光人民罢工组织发起, 抗议民众数十人手拿翁山书记的画像高喊, 立即释放翁山书记, 据报道, 翁山书记被捕之后, 被控告贪污罪, 侵犯国家机密罪, 非法持有对讲机, 违反新冠防疫规定等多项罪名, 这些案件总共最高可以判处, 超过100年徒刑, 周一法院预定首度针对判, 煽动判乱跟违反防疫规定宣判, 如果罪名成立, 翁山书记可能要面临两年跟三年的徒刑, 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耻了, 真的是这样, 搞政治真的是那个风险是很高的, 那尤其像泰国, 泰国现在也是军政府了, 翁山书记然后就把你罢处也是军人起来了, 强杆自己出政权这些国家还是这样, 民众抗议就抗啊, 那又怎样了, 普丁到印度会晤莫迪签防务合约跟协议, 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6号访问新德里, 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两国分会, 讨论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丁访问印度, 预计跟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分会, 并签署防务合约, 有分析指出, 由于印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 两国领袖分会的举行, 将平息外界对双方关系恶化的猜测, 消息指出印度峰会将发表一份 关于未来十年军事技术合作的文件, 有报道指出, 恶印双方可能在能源太空, 以及在北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方面 达成多项协议, 俄罗斯石油公司执行长也是代表团成员, 峰会将会讨论重要能源协议, 此外双方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也将举行首度的2加2会谈, 从冷战时期开始, 印度就跟当时的苏维埃联邦军事关系密切, 两国军事装备对接性相当高, 也就是可能买了不少俄罗斯武器了, 这是普丁跟莫迪从2019年10月以来首度会晤, 也是普丁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二次出国, 上次是6月在日内瓦跟拜登的分会, 报道指出, 最近俄罗斯开始交付S-400防空飞弹系统给印度, 可能是在印度遭到美国制裁, 美国还不喜欢你买俄罗斯的武器, 美国不但不喜欢你买俄罗斯的武器, 你买法国武器, 美国也给他生气, 当时我们买幻象, 老妹不高兴, 你怎么可以这样劈啪别报, 别人对你试个好就这样跑过去, 后来还卖我们F-16了, 但是老妹不太爽, 其实我们每年买这么多武器, 你最有什么用, 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用了, 你怎样嘛, 你打, 你真的能打, 打, 好吧, 就算有用, 打打也就没有了嘛, 那为什么还要买呢, 就是保护费嘛, 就是付美国保护费嘛, 美国老大哥要保护你啊, 你要付他保护费啊, 你能不买他的武器吗, 这是保护费嘛, 就像很多去推销报纸的, 推销杂志的, 推销各种东西了, 三部时就有一些新的花招, 推销个什么, 就到那些商店去啊, 他就是个流氓啊, 你要不要买嘛, 对不对, 也不多钱, 那你不买, 他搞不好就给你闹你啊, 你买, 就没事, 很多那个什么饭店啊, 他们那八大行业也有为事, 这个帮那个帮去为事也是啊, 你出事, 我来帮你处理, 你不给钱, 他就是出事主要的这个造势者, 我是超好康, 欢迎你回到找超好康时间的现场, 好吧, 反正这个印度看起来也很厉害, 对不对, 他一方面你看跟老共好像不太爽, 尤其最为了边界这些问题, 那老共, 中国跟俄国也办联合演习, 他们舰队有没有一起, 还通过日本的这个, 这个本周跟北海道之间的海峡, 津津海峡通过, 飞机也绕, 但是呢, 俄国也去跟印度也跟你结盟, 这就灵活嘛, 那台湾好像也没办法, 只能抱着美国, 不可以移情别恋, 也不可以对别人抛媚眼, 你只能够死心塌地跟美国, 现在看起来就这样子, 那每年老美说, 你得付保护贿你就得付, 叫你买这个买这个你就买这个, 叫你买那个你就买那个, 说你不够了, 你买的不够, 你就加买, 就这样, 就是付保护费, 从某个角度看其实就这样, 台湾现在跌40点, 跌40点, 联合报头版头登的叫做24个场所, 强制打两剂才能够工作, 明年新的制度1月1号开始, 那10月17号前没有完整接种者呢, 到时候呢, 每个礼拜都要采, 采检阴性, 你才可以去上班, 每个礼拜很麻烦的, 快筛PCR都可以, 那现在买到还是那种, 到鼻孔里面去行动, 我每次用到鼻孔就会打喷嚏, 里面就痒, 就打喷嚏, 当然啦, 就说如果坐一坐, 确保没事也好了, 也没什么不好 他现在哪些人需要打呢 教育部 经济部 劳动部 卫福部 他们的下面管理的24个场所 24项场所 24个 每一项里面都有很多个 这样讲 教育部 比如高中以下 幼儿园 安亲班 社区大学 补习班 乐龄中心 运动场所 游泳池 高中以下 表演艺术团队 还真不少 经济部 录影带 播映 电子游戏场 资讯休闲业 视听歌唱 桌游及麻将馆 餐宴 婚宴 美容媒体 会议及展览馆 八大行业 劳动部 职讯场所 卫福部 托婴中心 卫福社区活动 社区卫福机构 师志社区服务点 亲子馆 托育中心 民俗调理业 这些场所的从业人员 应该接种疫苗两剂 而且要满14天 就是你如果明年1月1号 就要满14天 你就之前就是17号 12月17号 就必须要打 另外你副业及新进人员 应该提供自费三天内的快筛 或PCR的阴性证明 医生评估如果你不适合打疫苗的 每个礼拜一次自费快筛或PCR检验 就用这个方式要你打 现在看起来打气大概是弱 打气弱了 所以他就现在开放在卖场什么打 其实早先的时候我们就有举例 说人家美国在任何卖场 Costco什么都可以打 他们不行 还跑到医院去 然后挤了个钥匙 还在那边抢医院 这边登记 那边登记 他就是不肯开放这些卖场 让大家在那边排队 也搞死不少人 因为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夏天好热 一大早那些老人家就去排队了 老人最爱找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也许没事干 也许急 怕打不到 所以一早就去 累死了在那边 排啊搞啊热啊等等 好吧 那时候你说你为什么 多多开点打点 他不开 为什么 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疫苗不够 他因为疫苗不够 他怎么开 他连在医院打疫苗都不够了 他哪有可能在什么外面的卖场 什么车站开吗 那现在疫苗打的比较普遍了 进入瓶颈了 他现在就说到处可以打 那这些地方政府很有意思 还加码 之前我们就举 比如美国这些例子 这些地方怎么都加码 送这个送那个 还摸彩啊乐透 反正都各处起招了 就鼓励打 那现在呢 这个也加码 加码 有的还给500块 500块蛮多的 那这是屏东 每站每天前300名 发现金500 这蛮爽的 现金500 当场就拿500块现金 不错 不是给你什么券啊 让你去换啊 没有什么的最无聊 Cash Cash skin 现金最好 你不要看我告诉你 现金是有他的魔力的 真的是这样 只是大家省得麻烦 比如我举例啊 假如你是老板 到年中要发奖金给你员工 好 譬如假如他一个月月薪5万 你发 加发一个月5万 一个月你如果会到他户头 他没有感觉的 员工没有感觉的 就是会到我户头 就是会了 如果你把他找来 跟他讲说你做得很好 来 这个你的奖励 啪5万现金 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告诉你 现金是有他的魔力的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做业务嘛 有时候卖 就是说代理国外一些产品嘛 有些国外老板来 那个厉害的 就那种江湖味很重的 来 来了以后呢 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某某是他的 在台湾的负责他的业务员 帮他推交他的产品 因为公司你可能代理很多产品了 那某个人 比如说 谁 是他的业务员 一下来 搂着他 做得真好 啪 口袋的一千美金 啪 就交给他 这你做得真好 鼓励你一下 高兴死了 那员工跟我讲 哎呀 他给我这个 给我现款 可不可以拿 我说给你当可以拿 高兴了 就是懂 懂不 这是现金的魅力 他如果说 你做得很好 奖金一千块 加在你的年终 怎么你不会有感觉 当然不给你会有感觉 如果说 我明明要我年终会有一个月 两个月怎么都没有了 你会有感觉 但是溃到你户头 你没有感觉 cash 有感觉 所以呢 他们这种知道的道理 来打疫苗 当场五百块现金 没有什么拨到你户头里啊 什么给你两个摸彩券 没有 五百块 五百块当然算不多 也很爽啊 对不对 也很好啊 比没有好啊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 赵是好康 是你的现场 贝股市现在跌三十二点 现在跌三十二点 好 那么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是 张红志辞掉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了 那张红志因为是我朋友嘛 那我了解他了 我觉得他就 他其实那么忙啊 搞个PC后 他每次还要写文章 还要倒置于演讲 哎哟 那个跟他PC后比起来 赚钱少多了 但他喜欢啊 倒置于演讲 写文章当评鉴 当人家评审 要怎么这个文章去评审 那去搞搞很累的 他身体又不是很好啊 那我有时候也劝他说 你就不要那么累吧 你就少一些这些工作 但是他又看到又去这边当评审 尤其那边当评审 这是没办法 就喜欢嘛 那我是觉得这个林秉书是头起所好 就是头起所好 你在那里演讲 我就去听 在台下默默的听 你喜欢书 我告诉你 我买了很多书 我觉得 然后呢 就 就跟他交往 然后就跟他 张红就送他一个饼 那个饼其实每年都送我 他那张话是哪里 有一个饼店 他喜欢 他说好吃 就放很多蛋黄的 那他就把跟张红之的对话 LINE的对话 就到处去发 就是他就以跟名人的对话 对不对 P次红一方面是上市 股票上市 张红之又是名人 对不对 然后就把这个去给大家看 就是 喜欢搞这个 所以他接触你看起来是有目的的 接触某些人是有目的的 然后设好那个目标 这很厉害 我就设好一个目标 然后我就开始想办法来 投你所好 其实就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 发生事情了 你跟什么 新周刊 你跟裴伟熟不熟啊 你跟熟不熟啊 那么跟记者熟不熟啊 就去搞这个 那我 张红这个事情 我真的觉得是 古时候一句话啦 叫做君子可妻之以方 就是这样子 就说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 让你觉得 年轻人不错啊 当然也有人讲说 他43岁还什么年轻人 对张红之来讲 他是年轻人啊 就是说你看对谁啊 对不对 对20岁也许 他是个老人啊 我20岁的时候 看40岁都觉得快死了 对不对 但我40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好的很啊 年轻的很啊 我到现在觉得我自己好的很年轻人 但你看一个40岁 可能就觉得他是年轻人嘛 所以他们也开玩笑 他们讲说 当当你发觉说奇怪 那个急诊室的医生 怎么都那么年轻的时候 你就老了 知道意思吗 其实急诊时期哪年轻呢 也不年轻啊 他也经过七年医学院 也实习 也三十几岁了 你觉得他年轻啊 就你老了嘛 不是他年轻啊 是你老啊 所以我现在到医院都不敢讲医生年轻 年轻你忍着也不能讲 为什么 他身上可能也不年轻了 就看你 你怎么看 那一百岁的 看八十岁还很年轻 不是这样吗 一百岁的时候 二十岁 八十岁还刚出生 他不年轻吗 所以年不年轻 这是相对的 是相对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 他就是投你所好 然后张洪志呢 又觉得自己又是 这个喜欢文学 喜欢读书 碰到这个后进 也喜欢读书 又在政大念博士 你知道这很奇怪 对学生 不管他是多老的学生 你都会觉得说 对学生要 要多加爱护 不是这样子吗 学生他在 他就是学生吧 所以我们对学生 都是觉得 这个最好 这个什么检警 不要进校园 政治不进校园 校园要干净 校园里面要单纯 你就觉得对学生 不管 虽然他说 他43岁还在念博士 但是他还是个学生 就变成这样 好吧 反正 所以他持续 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他觉得说 我本来想 国策顾问 这是什么关 第一个 我还不知道 还是国策顾问 他就说 因为总统府都出来讲话 说很多人都被骗 等等 总统府也许是自己开脱了 因为听说蔡英文那天 本来听说 我不敢确定 要去参加他妈妈的丧礼 要去的 后来因为小马 要去发信函 所以他们都有情知的 说有人要来闹场 说的是闹场 所以这个警察就通知 说有人闹场就不要来 闹场总统去多难看 据说是这样 好 那么中国时报头版头 另外还登了朱天心 朱天心 因为他们这个秋斗 朱天心说 同意四大公投 是要反独裁反威权 我完全同意 所以我就一直在讲 你这个四大公投 十二月十八号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公投的内容 实质的内容 这个可以去讲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要公投 公投就是人民的意志 那你对蔡英文不满 对蔡政府不满 就用人民的意志告诉你 我对你不满 蔡英文自己也知道 所以他说公投是我的其中考 那人民就去看 如果你对他满意 我也没有说 你一定要投同意 不同意 随便你 大家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如果你对他市政很满意 你就投不同意 就是支持蔡英文 如果你对他市政不满意 你就投同意 那就对他表示不满 就是这样子 随便你 昨天我去了台南 也去了高雄 行程满赶的 先高铁先坐到台南 因为你知道 现在高铁站 都不是在很偏的地方 我觉得这也是讨厌的 他们当时想吵地痞 所以从高铁来拉到 要成大附近 我昨天去成大 当然很好了 因为我就是重温旧梦 小时候我成大成大 我就坐在那附近 成大成大 就经过成大的附近 那经过台南公园 我有很多的故事 发生在台南公园 我还知道台南公园 钓鱼啊什么 那就搞了三 本来平常 十五二十分钟的车程 就搞了这个 搞了这个 四五十分钟才到 然后从台南再开车到高雄 因为假日 哇那边车子好堵 然后呢 高雄下了左营 要到凤山 只有开半天 然后演讲完了 再回左营 那个高铁站 又开半天 人是蛮多的 蛮热情的 人是蛮热情的 这个礼拜六下午 两点半 我也在那个 会参加 在那个 立法院旁边的济南路 立法院旁边 有两条路了 一个就是济南路 一个是青岛东路 在济南路 济南路这边 济南路 两点半到四点半 因为空头前的 一个礼拜 黄金周 很多人去了 我也是其中之一了 难道我就会去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你有兴趣 你就也欢迎你去 人也是很重要 其实那个空头 都是个内容 正的反的 都讲得很清楚的 其实很清楚的 讲过来讲过去 那一套 但是呢 群众集会 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就是人 志气怎么样 形势怎样 人多少 等等 还是有他的 这个道理 所以 如果你 你愿意去 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下午 两点半 在立法院旁边的济南路 那 我会去 我两点半 到四点半都会去 好 那么台北股市 现在 跌37点 好